以色友的部分,目標大概就是前面的三類 前面三類是目前學以色友一定要學會的 裡面的話,第一個就是說基本的函數 所以至少你要會一些基本的函數 以色友怎麼樣去插入一個函數 把你要的結果做出來 另外在以色友裡面的格式設定 你有沒有辦法把那個像他指定的格式 你要把它做出來 其他的話有像工作表的工作表的編輯 那在以色友裡面 一個一個頁面其實就一個個工作表 裡面的話可以放 這個這個大量的資料在裡面 裡面還有像什麼呢?他的如何 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刪除重新秘密移動複製等等 另外儲存格,我想在以色友裡面最基本的單位就一個儲存格 出生格裡面的文字編修 還有他的樣式 另外列 特別注意 這個 橫向的 就是在 這個列的部分的話是橫向的 藍的話是縱向的 所以藍列的 寬度調整跟列高的調整 這個部分你有沒有辦法做到 其他還有像一些格式設定 字形的設定 還有一個符號 插入一個符號 格式化條件等等的這一些 我想這個是 第一階段就是102到110 總共會有五題 記得是雙數題 102 然後一直做做做到110 總共會有五題 就是可以學會這底下東西 再來的話 第二類就是第202到 210 裡面的話主要是 資料的編修 跟列印能力 大概我們會 我想目標大概12類吧 如果有時間時間夠的話 也許我們就是繼續在講 第三類 第三類是有關那個統計的圖表 跟那個應用能力 大概會有這一些 所以總共 目標是有15題 不過我想時間如果不太夠的話 也許我們大概就講個10題吧 那如果時間還是不夠的話 那講至少 看講到哪裡 我們就考到哪裡了 OK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開啟那個102 這一題 這一題的話是什麼 學期 成績計算表 其實利用這個學期 成績計算表的話 打開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是完成的 那如果說你從那個 你們的 下載之後的那個檔案 這個 裡面找到102 那我把這個檔案打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還沒完成的 那完成的話是 這一個 那裡面的話 大概做哪些 第一個 你有沒有辦法做出 他的學期成績 另外的話 這個學期成績 如果不及格 是這個樣式 那如果及格是這個樣式 還有就是說 如果說 不及格 但是呢 可能在 期末考試 如果說 他可能是還有機會加到分數的話 那用驚嘆號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趨勢圖 這個趨勢圖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現在 我們要統計 比如說這個學生 他的成績 高高低低 有沒有辦法用一個 圖來表示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圖的話 總共會有5個成績 這5個成績 基本上就是 這5個成績 那這5個成績 裡面的話 怎麼樣顯示 最後的話 是他的學期成績 你可以看到 最後的學期成績 是這樣子 那前面的他的 變化起伏很大 這個學生 他的穩定性 其實 基本上不高 也許他有時候 成績好 有時候成績不好 等等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把他顯示一個 趨勢圖出來 最後的話 還有一個什麼 還要做出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個 Smart Art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啦 在那個 PowerPoint裡面也有 然後呢 在那個什麼呢 在 Word裡面也有 Excel裡面也有 所以你學會這個之後的話 你幾乎可以用在任何的Office裡面都有 那這個Smart Art 他要我們做出來 類似像底下的效果 這個底下效果的話 你可以找一下 其中一定會有一個 做出來要長得跟這個一模一樣 怎麼做 OK 所以是這個102題的部分 那題目部分 細節 我想各位自己稍微看一下 在這裡 總共會有那個 學期成績工作表 1 一直到 總共到5 總共會有 5個小期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按部就幫 來跟各位做解說 這邊的話 那你可以先把題目 稍微了解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 後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先把那個 題目 先稍微看一下 看完 大概沒有問題的話 你就把那個練習 題 再打開來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按部就班的把那個 每一題 到底要怎麼做 分別 讓各位了解 利用這個題目的話 我們來 至少學會 怎麼樣 使用Excel 幫我們做一點事情 比如說 你要計算成績的話 當然如果你不 用Excel 幫我們做計算成績的話 其實 你會發現 真的很花時間 因為以前用計算機來算 像我以前計算 計算你們成績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花時間 現在用Excel 其實基本上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所以我講過 我們的期 期中考試 30% 期末考試 30% 另外 作業成績 20% 平常 初缺期 還有 就是說 平常表現 佔20% 所以你的分數 總共100分 就這樣算出來 那將來我會用Excel 反正我會把你們成績輸入 最後結果就出來了 其實對我來說 算成績還蠻容易的 所以基本上 你要掌握幾個要決 反正期中考試 30分 期末考試 也是30分 這總共就佔60分 另外 40分的話 就是平常 出缺行 跟 作業成績 OK 所以你大概 再衡量一下 如果你要通過 這個 三個學分的話 基本上 就把 我剛剛講的這些 好好掌握 應該沒問題